大家好,我是白丁 今天就是做一个旋转楼梯 因为有不少观众反馈说想做一下这样子的一个模型 那我就一样的,那就只讲那个方法,然后一样没有数值 那这是新的界面,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那看起来更干净一点 也是慢慢接受你们的一个反馈 那我们也废话不多说,那赶紧先开始 那首先我们需要用这个罗文工具 罗文的话反正就是零零点,然后高度,我随便打一个300 打一个300按shift,然后我们就给他一个锤子,就找到我们的宗族 那你们的半径要多少,说实话建筑的尺寸我也不是很清楚 但是有一个可以先讲一讲就是这个Terms Terms的话,比如这里的话我先输入一个2 那你会看到中足左侧的地方的话会有一个,呃两个的这样子一个,这个应该叫什么回旋吗? 两个回旋,这时候我再改一改把它变成1,那你会发现对,就会变成一,呃左边只有一个Terms 那你们根据你们楼梯的情况,然后来做,也可以我只做一个,然后最后做完,然后往上再复制 那这个我在最后会讲一讲的,那这个宽度多大,说实话我也不知道,那我们先这样吧 大概这样子一个宽度,然后呢我们用这个矩形工具 矩形工具呢,那这个楼梯高,通常高度我记得是700到1米吧 那比如我大概这样子,然后呢我这里选择一个轨道,再选择单轨 然后左键选择那个我们的object,然后再右键,我们直接让它哪一个 这时候你会发现,它是一个,对,就是它是一个按曲率来放样的一个形 那我们换一下Volite,你会看到,但是如果你是玩那个就是,呃有机型为主的 那这些,每一次一个功能里面设定,其实你不用管很多 那这个只是一个小小设定了,好,那我们点一下OK,那你们能看到 这样子一个楼梯,我们就搞定了,呃一个外,楼梯的一个外,外壳 这时候再右键,呃,这个是一个那个面填充功能 反正它只能填平面,它不能填曲面,那这个,为什么用这个功能呢 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去帮你说把这样子一个,检测一下你的面,它是不是平的 因为像别的软件它是可以的,外的我印象中是不太行 我们把这个东西给连接一下,那我们一个楼梯大概就出来了,一个外墙 然后这时候呢,那我们知道,我们上面的一个是一个圆嘛,对吧 从顶部,最麻烦的部分在这里了,那我们刚刚在00点开始嘛,对吧 那你们去,那楼梯的中心肯定是空的嘛,那我大概就给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宽度 那宽度的时候呢,我们也给一下一个这个00点嘛也是,我们也给一下大概,因为最后要那个并级嘛 那我们就稍微往里面一点,大概这个位置,就在这个墙的中间 那尺寸你们到时候再去调,因为有类型太多了,真的没办法说,呃,怎么去做会比较好 然后我们在里面那个圆这里,点直线工具 然后按着Shift,保证这根线它是直的 然后那这里我们先把这个给隐藏掉,对吧 把这几个先给隐藏一下 好,那这时候我们会出现这样子的一个图形界面 然后呢,这时候就我们进行一个环形正面 环形正面,呃,看一下那工程啊,有点久没用犀牛了 好,那我们选择,这时候我打开了我的一个Central嘛,中心点 那你放在圆的边缘的时候,你就可以点到了 然后这时候你会看到Central,点一下 那放上多少,这个得要看你们楼梯的那个,就是脚踩的那个长度或者深度是多少 那这时候我给一个20吧,好吧,那20大概这个样子 那你会出现这样子的一个形状 那这个形状呢,这时候我们需要这样子,Central C 就是复制,再粘贴,然后把它往高点挪 那你就看到我们楼梯这样子会有两个这样子的形 然后呢,这时候我们再点这个圆,这个圆呢,我们点一下这个,Spirit 就是说去剪切,然后再把下面的这些直线直接从左到右全选上 好,那你这时候看到它会是一个,呃,就是已经是分开的一个形状 好,这上面我们也是一样剪切,再把上面的给选上 那为什么这么做呢,呃,我们这时候等会你们就知道了 我们先把外围的线也给选上先,外围的线,对 外围,呃,我们先,啊,把下面这个隐藏吧,方便一点选择 好,我们把外围的线也给剪一下 那这时候从左右下到左上的话呢,就你选了一点都会被选上 从左上到右下的话,就是你必须要整个都给slap,就是覆盖 整个选取区域都给覆盖了,你才不会有办法去选 好,那这时候也是剪切,剪切的话,我们就把外围的一个,我们直接这样子全选吧,就OK了 好,那你这时候看到了,呃,其实这时候复制也行啊,不好意思,呃,因为我做这个,我没有准备任何东西了 我是即时性的做的,对,因为那个,看下班回来 那就,对,希望不要太介意这个细节 好,也很感谢观众这么久的一个谅解 好,那这时候我们OK了,然后Ctrl C,然后点那个移动工具,然后选择这一个边吧 保证它是垂直,呃,保证它是跟底部这个垂直就OK了 就这个其实没什么作用了,方便自己整理了 好,那这时候我们会有这样子的两个圆,对吧 两个圆的话就是,然后呢,我们需要从顶部上面去看 顶部的话就是,我们先删掉两条线吧,顶部的这边OK 好,那这时候你们就看到我已经删掉了,那 那么我们就隔着,那聪明的观众现在肯定是已经 呃,反映出来了,对吧 呃,那为什么有些观众可能会想,为什么不直接只画一个 然后呢,直接去,呃,不,呃,然后再直接去那个,就是在这样子选择这里 这个方法其实也可以,没有问题 就是只要我们东西能输,我们关键点就是说第一个抓重点嘛 第一个我们东西要能输出嘛,那我们现在,呃,就是,反正你有你的方法 你都可以用这样子,那为什么要复制两层呢,你们看到就是错位嘛 我就是懒得再把这,把这,就如果我把这条线 我如果原地去复制多一条出来的话,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每次选 比如说像,像这样,呃,那我每次我还要这样子再多一个选项 就是YNO的话操作的一个要点就是说你尽量要保证它的一个,就是怎么讲呢,轻松啊,简单 就是保证自己一个操作非常简练 好,那这时候呢,我们全连接上,然后再进行一个拉伸 那你反正你看到它两层一起拉伸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OK,那你们就能看到了这时候 好,然后呢,这样子我们就大概完成了我们的楼梯级 那这个,然后楼梯的高度这个的话,我暂时想,啊,我们开一下尼尔 把它放在一起,OK,好,我们再把尼尔给关掉 我平常只开end,然后先去,只开end,其他都不开,根据情况下来 那这样子我们的一个楼梯级其实也算是已经完成的差不多了吧 好,然后这样子我先把这个复制一个,然后群组一下 再把它隐藏掉,留个备份啊,记得,那这个单轨路径我们就不用留备份了 好,然后这时候我们第一个梯级嘛,我们我们就这时候我们就这样子 那第一个梯级,那第一个梯级可能会高一点,对吧 但你说啊,我想尺寸准一点,行不行啊,没有问题 呃,我们就在这里,这个地方,我们画一条线,那可能是这么高的,对吧 那我们这时候再选第二条线,那我们这样子 选的end,然后再选这条线,然后再下来也是,你看到吧 点跟点之间嘛,然后我们这就,如果你是说我太懒了,对吧 呃,也有一个别的方法可以去看一下,这样子 那我们先选上这根线,就如果你说你太懒了,我想说一次性复制刷也没有问题,这个 然后点开我们的central,ok,然后刚刚20嘛,这次我们也20 那再把central关掉,那这时候我们先把这个给隐藏一下,那你看到所有线都会在了 那等会要怎么把这些线给删掉了,啊,我等会再讲,这个不用急 那让我换一下,啊,看一下这个梯极,哦,梯极在这边,哦,非常的不好意思 好梯极,那我们就沿着这边内侧,这样子往上走,那第一个肯定是我们的这个梯极 第二个的话,那就是这里,第二个,我们就这样子把它先给顶上去,ok,那我们大概来看一下先 好,那大概这样子是没,应该是ok了啊,这个到时候的尺寸你们需要去微调 反正就是不断的重复这个步骤,这是我要讲的地方 好,然后这个,这时候呢,好像一开始我,这时候第一个梯极完成了嘛 那就没有问题了,我们再来把这根线给挪过来,呃,把那个什么,应该是要把这根线 这样子,把对的,把它给,放到下面,把这,and,然后再把它选到下面 选到下面的时候呢,那第二集我们也定了嘛,那我们就这样子 反正就是一个个重复这个步骤 那这个反正,而且我们刚刚就说我们的规律就是从顶时度上面去干 保证这个东西它一定是一个正元性 那这个步骤比较繁复,但是我暂时 不知也,个人也不知道别的方法说可以怎么样去,呃,就是一方样 然后它顺着这个层,这个真不知道 那这是我想出来比较快速的一个,怎么讲 比较快速的一个方法可以把这个模型给建好的 呃,如果是说有别的更好的那个方法的话 欢迎观众说跟我讲一讲,然后,然后反正这个,我也很愿意去向大家学习嘛 OK,那我们一样的,那,照着这样子 重复这个比较繁琐的步骤,然后这里这个好像刚刚被我 诶,没事,反正我们照样这样子吧 反正就是我们反正是一个正元嘛,反正也不 也不影响,就是说你做一次每一个步骤每一个操作 不需要保证就是说,呃,你这个步骤是规律的 就是即使你有机型它也是有一定的规律的 那生力建模的话也是这样子一个原因就是 但是,你一定有规律可循,你才能把这个模型给建出来嘛 而且才能快 好,那这样子看我们还是源着这个曲率来走的 那有时候自己多检查一下 那,对,非常繁琐的一个步骤这个 但是,呃,对,希望这个也是最快的一个建楼梯的一个步骤吧 好,ok,那这时候我们把这个线隐藏一下 下面的这个也是 那刚刚那些线我们就不要选了这些小线 然后这时候再把这个给隐藏一下这个线 然后呢,我们选一下这个,上面的这个线 这个应该是一个叫选线的工具 然后,slack curve,然后按delete 你看,这些小线直接全给你删掉,是不是很简单 好,然后这个是我刚刚复制的部分 好,这时候如果ok的话吧 那就,呃,我不好意思 我这个刚刚我的高度没有去调 那,我用一个比较粗俗一点的办法 就是,那个高度你们记得算好 楼梯极多少,然后多少个圆 这个就是最简单的一个数学计算 这个真的要自己去,呃 怎么讲,就是自己去,呃 花点花点功夫 那这时候我就投机一下把这个给拉低一点啊 然后呢 再用单轨路径重复干了 不如给它旋转一起,好 那大概这样子我们能看到 对,能看到它是比较急整的啊 这我我我直接是手调的啊 非常抱歉 那,然后这时候中间这个你说你这样翻 那,就把这个给,我们照样的把这个给放到这边应该就ok了 呃,这样子,然后 然后,复制一个,然后随便点一个点吧 然后,就这样子,ok 再选一个这个,单轨,再来一遍 那风口这些我就不做了啊,这个刚刚做过一遍我就不再做第二遍了 那像这样子一个简单的楼梯,那我们就做完了 那,呃 反正就是,但是你要注意到,这曲率是一样的 但是中间这个的一个怎么讲 你会感觉它会比较窄,能懂吗 就是说中间这个地方的话就是 呃,因为旋转的一个地方不太一样嘛 所以你有时候放的时候嘛 你保证它有,要有一个足够的空间 我先就说一个简单一点的例子吧 如果我现在这样子 比如说这样 我现在放一样 呃,往内侧,这个它需要点条件 ok 好 那你会看到,哎 看,不够大 ok,我想表达的东西只是这个 这个 好 ok,你会看到就是如果太大了 它,你看这里就有个小圆了 意思就是说 你放一样的时候,记得算好那个曲率 有位置给它去过啊 就是有一定的空间给它去转这样子 好,那一个楼梯大概就这样子了 那有什么问题下面给我留言 或者是说也可以那个屏幕上面 少一下微信 加一下我 呃,有时间 反正我一定会那个给大家回答 好,那今天课就到这里了 那个,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